如果大家想一窺全炮 就不在這裏 這裏始終我們是youtube 這裏有限制的 這裏就是我們星期四的嘉賓 我們現在要做好所有的預備 首先嘉賓上來 大家喜歡就看 不喜歡就不要看 評求品足不要緊 但是不要說 嘩 整容怪 嘩嘩肉酸 嘩嘩肉酸 不要說這些話 不是有沒有女的問題 其實人與人之間是尊重 基本尊重 你說你吵架我 吵架林康正 所以我們都會吵你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是嘉賓上來就真的講過不知幾次了 就真的不要這樣 從不留言都不好 很老套 從不留言都不好 譬如嘉賓上來 我就不看的 那些嘉賓可能上去做節目 上來看一些留言 即是無謂了 好了 第二 這一個女生叫做新儀 也有畫異名叫做新優吏 新優吏 新優吏 後晚就會上來給你買部做嘉賓 那我一會兒會打WhatsApp 或者她已經在聽到她的經理人 即是香港的代理 叫她早點安排上來 我給她三次節目時間 因為為什麼呢 有憑字遠方來 是要問多些的 而且我對她的工作是有些興趣的 她似乎呢 我根據她的資料 她有些商品會賣 會拍一些短片 甚至她有拍AV 還做演員 演員 動作片 而且是愛情動作片 那老實說 經常說 喂 我要真心這樣說 其實我真的完全沒有對 做愛情動作片的女生有任何看法的 於是那些人說 喂 如果你的女兒做又怎樣 那我當然不想 但是她要做我也沒有辦法 做什麼都不要緊 就是她知不知自己在做什麼 如果我做爸爸 如果我有女兒的話 她真的要做 我解釋定 你日後將會面對什麼問題 她都要去做 沒有辦法的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見得人 你問心一句 譬如我們很多偶像 如果我現在見到麻生祖苗 雖然她已經老了 我仍然會叫她簽名 我說大哥 我是你的粉絲 真的一樣的 沒有什麼所謂 好了 我們呢 我首先 講一下阿新由你 在她的Instagram上 有推介過她自己的短片 其中有一段 是叫做人生十大心願清單之做愛場地之一 即是她有十大做愛場地的清單 反而其實我也沒有 由小到大 可能現在年紀大 小時候我都不會說 如果能夠在 在墳場做 在墳場 在學校 我沒有 想和誰做愛 我沒有 當然這些就有了 中廠紅也很棒 溫翠萍也很棒 那就有 莉莉莉 莉莉莉 莉莉莉也很棒 以前的 但是你不會想什麼場地沒有那些 OK 她呢 現在講的是電影院 跟男朋友一起去五夜場看電影 周圍都沒有其他人 所以男朋友一直很大膽地跟我調情 我按著她的手機叫她不要 但她不斷摸我 我都忍不住想要玩 於是在戲院裡面吃雞雞 一邊吃雞雞 雞雞我想是貧民 一邊又被心刮小月 男朋友說我好濕 啪啪啪啪啪的水聲 真是比電影更精彩 幸好附近都沒有其他觀眾 於是 我直接坐上去就滾起來了 這個場景 每次都是我在戲院 在電影院裡面性幻想的畫面 爽到升天 這個性幻想 一邊看電影一邊做運動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不專心呢 穿著高跟鞋背後入的畫面 都是性感破表的 如果你沒有試過 不要學 被人發現就尷尬了 我們看到新由你寫了這些文字 真是很豪放的 我想真的值得大家期待 我都要去做好 周四究竟有什麼問題 例如說 你多大做什麼工作 為何會做這行 現在怎樣怎樣 香港覺得怎樣 想好問題也不要太諷 看看我們如何去迫 心挂 我都要心挂的 心挂一個台灣的女生的心路歷程 好 我們當然不知道那麼少 各位網友 我們先看看照片 我們先看一點點 這個就是我IG裡面找出來的照片 樣子有沒有P圖 我們不知道 我們網友看到真正的 但似乎骨架細 白正 台灣妹都是這樣的 有這些特點 下一張 真正的特點 這個呢 就是他 這個場景似乎是搭地鐵 跌路 這個照片跟剛才的照片有些不同 即是不斷變化 但也很坦白 好 再去 這個呢 就是他Instagram 他購買這個是道具 那條卵是香蕉的 但是呢 這張照片看 用我們的專業角度 你覺得這張照片又不是很流 好了 但三個樣子都有點不同 對 三個樣子都不同 好 再去 八變的 最後呢 你見到 很容易看的 右邊排離第三中間那個 右邊排離第三中間那個 或者左邊排離第四 是哪個日子 那不是一個人 就是阿拉斯 對 可能是阿拉斯 阿拉斯 阿拉斯 香港 因為在香港 香港 新加坡台灣玉女一次收藏 我們見到最左下邊 坐著紅兔斗的香港代表 Alice上我們節目 接著將會上我們節目 就是右手邊排來 數過來第三個 但對腳很長 我們看看有沒有辦法 這個叫做淫春 淫春下去 不是呀 你坐下 淫春 今年的春就在這了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淫春 我希望可以安排到 如果我們不能邀請六個淫春上來 我們移船奏陷 我們去台灣去新加坡 刮那四個淫春回來 就等如Terminal 即是史不寶那套戲 要找這六條女簽名 史不寶那套戲 湯姆漢斯 要找那幾十個Jazz 就是Bang那些人去簽名 這麼保理真 要看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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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真人會很效果不同 各位網友 我們先回來 不管你們說有整容不好整容 是台妹不是台妹 白正不白正 我們在這裏投票 即是免死死到現場投票 當然是 一 一 不一 不一 死都不一 就二 我相信答案應該顯而駕 實在會有些二 實在會有些二 我真的不信 怎樣都一 怎樣都一 就看對腳都一 又台灣又盛 可以約媽媽 不要說這些 別人不是做雞 你私下問我 不要說這些 各位 你們當個啤梨是什麼人 當我是任媒 當我是馬夫 你當他是 都有意義的 但意義的多數都是女 而且口不對心 很多人 即使被三十歲的張 林靖也說不撕 三十歲林靖也說不撕 也不撕 十歲才撕 很奇怪 都熱的 OK 好 上來了 早點上來買定本 又或者 那天我會搞簽名會 現場 是 好 升級四 你們上來買定本 應該六點多鐘 七點鐘上來 就可以正常簽名 OK 好了 回來 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要介紹 我平時真的很少介紹 我經常聽見坊間的人 有些人說這個 哥斯拉1.0 即是在Netflix上上 大家是 搞清楚 那個是哥斯拉-1.0 OK 大家真是 很遺憾 我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戲院沒有上的 其實世界 在亞洲 沒有上的 直接就是在Netflix上上 而且宣傳都不夠多 但是 宗室昏雲的一個原因 那我就看了 但是當我看完之後 就發覺導演 生期貴 曾經說過 希望大家 不是去看 是要入戲院去感受 這個哥斯拉 OK 那很遺憾 我就因為在家看了 所以 就感受不到 但是 作為一套 哥斯拉70週年 拍了幾十套 而這一套 哥斯拉的預算 竟然是剛剛做的 哥斯拉對金剛那套 10%都不夠的預算 但是 拍出了 不是我講的 是普遍包括西方的影評人 都認為是 哥斯拉系列裡面 最好看的一套 首先我們這樣說 他之前不知道 拍了幾十套 哥斯拉其實是日本 本地拍 和外國拍 那我呢 其實看過一兩套 都是不好看的 所以我沒有什麼興趣 是嗎 但是呢 這一套 即是我沒有看過那麼多套 我就不能夠這樣說 但是很多影評人都這樣說 認為他是 最好看的一套 我純粹用這一套來看 好看 OK 而且呢 這個導演 是生其貴的 他之前 其實哥斯拉之前就是 應該2016年17年那套 就是《鵬野壽明》 即是他們去拍的 但是生其貴是何許人也呢 都大名的 他拍過我最喜歡的 三丁目 即是Oris OK 即是那套 我非常建議大家去網上 看看有沒有 就是二零零幾年 到二零一幾年那三部曲 就是講 東京戰後 其實主要是漫畫改編的 那麼很多特技呢 為什麼呢 要回復那個舊東京 那些人 那個人情味 OK 很好看的 三隻碟我都有 他也都拍過《永遠之零》 如果近年來講 他又不同 即是他又不 在香港來講 不算很大名 但是在日本來講 你只講這幾套 已經是一個大導演級數 那麼他們用什麼 角度呢 為什麼叫負1.0呢 因為戰敗 死那麼多人 經濟都不知怎麽算 麥克阿瑟阿巴尼 進來 叫做重整 即是保住天王 即是重生去 安排他們日本的架構 反正可以這樣講 他們的尊嚴是去到的 已經是 這麼絕望的時候 你倆竟然有隻戈斯拉出來 OK 嘩 還不夠絕望嗎 還沒有 那麼就對付戈斯拉 那麽我們看很多戲 對付戈斯拉的戲 又導彈又成這樣對付 不是的 因為那時日本戰敗國 他是沒有武器的 因為美國佬不給他 擁有武器 甚至乎軍隊都不可以有 所以在這套戲裏 你們將會見到 我吳劇就那麽多了 其實就是 是人民逃手跟他搏的 喂 還未夠絕望 還再絕望些 就是那個男主角 我這裏我不劇頭 這個男主角 就是一個逃兵來的 但是爲什麽好看呢 這套戲 是因爲 大家知道我不是很喜歡看 那些怪獸戲 是因爲裏面充滿著人性 和人情味 好嗎 那我就真是很推介 大家 如果有Netflix的 一定要看 沒有Netflix的 只是為這套東西 裝Netflix都划算 但其實 一定可以share account 我覺得 有一個 是吧 其實Netflix真的很划算 那爲什麽 那爲什麽 現在中暑昏雲 有些人說是因爲 涉及晨風禍死隊 這是不是 因爲 爲什麽 是神風禍死隊 的逃兵 那爲什麽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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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簽約的時候 就已經簽了 免得影響那套戲在世界各地的成績 於是簽約的時候 就簽了歐美那些地方 好了 此其一 其二 日本今年年頭已經做完了 甚至商賣 就是亞馬遜劑 Prime那個串流 如果再這樣上戲院 是否會影響了 那套歌詞就這樣說呢 又或者怎樣呢 這個是這樣說 於是索性直接上 但是直接上 都是不是要有些宣傳呢 它又毫無宣傳 所以都是難說 我就不去猜它為什麼了 我覺得 我很久沒有推介過了 但是我覺得這套東西 真的值得看 尤其是它用 少於10%的預算去拍 而又最後竟然是 奧斯卡拿到最佳特技效果 即是說 荷里活班特技人 是認同可以 這班這樣的 就是 土匪 為什麼他們這麼聰明呢 這麼便宜做到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只能夠歸功於他們 即是拍過幾十年的動漫 即是那些 特攝片 他們所謂的超人 那些 哇 他們真的很好看 但是重點就反而 不是哥斯拉 怎麼跟他們練過 而是剛才我說 那種絕望 絕望再加絕望 所以叫做 叫做 負一點點 是負 都不是絕望 但是是負 OK 但是這麼多絕望之中 最後呢 雖然我ending 都會有一條味道下去 是有希望的 我想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即是 無論日本人 還是我們人類社會 面臨現在這個環境 我真的有很多事 你想想 我其他都不說 只是 美國那些選美 你選了肥蟹 阿拉伯就是 我屌你老母 評判說他很正 很棒 屌你老母 老實講 肥美必一定是肉酸 但是那個是好肉酸的肥 是不是 喂 你真是笨心一句 你當我落到這樣 左膠惡 喂 你已經是 你給我覺得 是給了些什麼 做假選舉 或者什麼暴動 那些 為什麼呢 是令到人家有感怒不感言 甚至乎 將一些基礎人類的 審美眼光 你問心那句 問心那句 小孩子沒有大人教 他會走到一個美女 還是走到一個肥 那麼肉酸的肥在那裡 OK 首先這麼說 我們普遍都認知 肥 說真的 有些是病 但是有些某程度 都是不節制 那些 discipline不好 但是我們都不認為 應該被人歧視 甚至乎我們現在都會很小心 不會說那些說話 但是眾言說那些說話的時候 通常在背後說 哇 那個肥犀子你想怎樣 做雞啊 你多面都不會說 不用你們阻交教的 但是這個瘋倒黑白 去到這麼瘋 去到這麼瘋 就算肥人 有些肥得漂亮的那些 你會想不想 都未能輪到這個 這個 其實是瘋狂的 如果 你唱反調 說你歧視 說你歧視 我現在要說 我不是歧視 我現在要歧視你那些 說他漂亮的那些 怎樣哪裡漂亮啊 死了啊 這個世界去到這麼 就真的玩完了 大家真的要看 這個 就是 戰後 日本那類 其實我一看這些戲 因為他有 大家拍過 《三丁木》的時候 他很掌握到 這個山城貴這個導演 戰後那些純樸的日本人 你一看這些 我永遠 永遠的 雖然是戲劇 我也是對 發動戰爭的人 我不管他們 中國人好 日本人好 美國人好 俄羅斯人好 是心悟痛絕 平民幾個 有誰贏啊 當然中間看戰爭 當然會有人 可以娶到你的 但其實對整個社會 人類社會 屌你了 日本仔 南京大屠殺 僱然是殘酷 但是 去日本人自己都失陪很多 總之挑起戰爭的人 我們一定是高度譴責的 這些一定是 OK 大家留意 今天是星期二 記得上來買東西 其實我們除了羅宋湯 那個鮑魚湯 是must buy的 連風水浩果喝完之後 一上來買了500盒 因為真是厲害 現在我99 我不是入59 那些什麼 卵殼膜 還是怎樣的 上來支持一下 因為真的很嚴重 如果不是這樣 真是連啤梨哥都說 受不了順 香港的指南針 我告訴你 你們看著我這個台 如果我受不了 都還有些希望大家在這裏 如果連我受不了 你真的不要想 按照你說 是吧 是吧 因為我們已經是相對 給你便宜租 有一個平台這樣去宣傳 是吧 你呢 就真的要 想清楚 是不是要回大灣區發展 OK 好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